主人將剛做好的小米麻糬 沾上花生粉 誘人的香氣吸引美味遊客搶著嘗試 台東鸞山部落旅遊行程 每天都吸引許多遊客造訪 業者也準備許多部落傳統美食 希望讓遊客認識部落飲食文化 由於台東阿拜中毒案 讓小米以及蝸牛食養問題 再次被大眾關注 而主人也表示部落美食不只新鮮 同時也強調無毒安全 每一位遊客都開心地享受部落美食 主人期待阿拜中毒案能早日釐清 也希望外界不要過度渲染 避免傷害了部落觀光 以及延續文化的努力